這個重磅訊息其實我今早想說 但是今早就不知為何說了很多其他無謂的事情 結果就沒有說到 這個是重磅的,先說一下 這個是重磅的消息 可能會很長的,不要忘記了 待會台語可能要分幾節展 其實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開了一個會 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會說了什麼呢? 第一,今年以來面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 相互疊加的複雜局面 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實現平穩開局 新冠肺炎疫情和烏克蘭危機導致風險挑戰增多 我國經濟發展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 不確定性上升 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變臨新的挑戰 這個是有挑戰的 沒錯,今早講的政健康是給大家帶風向去講的 但是我是沒有做資料搜集的 我也要講的 你們講開,我大概認識一些東西 接著就立刻按一些資料出來 一部分是立刻按的 你們考急財,沒辦法 你們喜歡考急財,我也要急財,沒辦法 好了,一季度,我的經濟增長是4.8% 總體仍然在合理區間 但是相較去年兩年 全年平均增速5.1%是要低 經濟下行的壓力是加大 尤其是面對國內多點散發的疫情 三月消費和服務業受到較大影響 部分地區的物流受阻 部分產業鏈供應受到衝擊 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加大 所以你要留意一下 我叫大家要謹慎一些 你星期一開市 我覺得股市都會向下 我估計 有些人就在那裡吹 李家超一出的政綱股市就升 不是這樣的 真的不是這樣的 我們要小心一點 這個會議也強調了一件事 就是疫情要防住 經濟要穩住 發展要安全 要根據病毒變異和傳播的新特點 高效統籌 疫情防控和社會發展 經濟發展 堅持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 堅持動態清零 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面對全年5.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 要怎樣進一步穩增長 經濟領域要防範哪些重點風險呢? 政治局的會議是有一個系統的部署的 也有回應到一些市場關切的事情 橫觀的經濟目標和政策在這裡講一講 會議就要求 要加大宏觀政策調節的力度 扎實穩住經濟 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 預期目標 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的區間 是要在合理的區間 另外就是要加快落實已經確定的政策 實施好退稅、減稅、降費這些政策 用好國論貨幣政策工具 其實現在是要找經濟的 Carol Chow 說 3988是中國銀行 2388是中銀香港 這個也是 但剛才我說錯了 因為我按錯了 我按了A股的股價出來 所以我說的是有點錯 不過不要緊 大致上你現在先聽一下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就是 要抓緊謀劃增量政策工具 加大商機調控力度 把握好目標道向下 政策的提前量和湧如度 還有就是 要全力擴大國內需求 發揮有效投資的關鍵作用 強化土地用能還平這些保障 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這個很重要 就是做基建 這些SYT就說 星期一一定不會跌 因為我說會跌 不知道了 要看沈大師說什麼 其實要檢查一下 要看沈大師 如果沈大師說會升的話 那就會跌 真的會跌 真的會跌 真的會很粗錢 我不知道他說我燈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Toracef會說什麼 但我們當然是盡量說回 應該要說的事情 David Zhang說 就是困難重重 有一定難度的訊息 沒錯 這個David Zhang是說得對的 我的看法就是 Toracef就是星期一 我知道港股一定不會跌多多 因為星期一好像是放假 你們有人跟我說過 因為星期一不知道是放什麼假 你們 不過我都不記得 好像是佛彈還是什麼 好像是嗎 是不是佛彈 沒有假 對不起 勞動節假期 對不起 我都不記得了 因為我星期一都要做事 大哥你們放假 我都要上班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不記得了 有時候 Toracef說星期一是假期 沒事怎麼會跌 OK 我不知道 我搞錯了 對不起 我也是搞錯了 下個星期好像是佛彈 我記得你們說過 不過我都不記得了 有時候說說其他事情 先說一句不好意思 曹小說星期一一定沒有升跌 是假期 再看看 ET夢中看到跌市更加可怕 當然 Toracef說下下星期一一定不會跌 勞動節保價和之後的佛彈 你們說過了 其實是你們說的 我也不知道 KS873夫說 我都看他跌一跌 是時候入貨 其實你看美國 美國跌 其實香港是一定跟著跌的 很奇怪 內地一跌 香港是一定跟著的 但是 內地上升 香港是不一定跟著的 美國上升 香港可以說是一定不跟著的 所以香港是很慘的 現在是長期都是這樣 跌就會跟著 升就不跟著 是啊 很糟糕 ET在澳洲沒有勞動節 澳洲有勞動節 澳洲有Labor Day 每個州不同的 澳洲好像不是五月 不是五月的 有些州是五月 但是不是每個州是五月 好了 回來說 現在還是有一件事要看著 就是要發揮消費對經濟循環的牽引帶動作用 現在的消費力度是不夠的 你看得到 是不夠的 明顯是不夠的 所以他才要說這件事 就是消費是不夠的 再一次 還有要 要穩住主體市場 市場主體 對受疫情嚴重衝擊的行業 中小微企和個體工商互實施 一男子的紓困幫扶政策 現在這個 一扶回中小微企 其實已經知道是有些問題 即是基層已經有感 已經知道經濟是有問題 整個經濟都不太妥 這是有困難 但是我的看法經常都是這樣的 即是國內的好處就是 他們看到有問題 他們的政策真的 把政策放進去之後 是可以動的 大家就想一想 榮茨央就說 社長 新西蘭有沒有放無理人的假期呢? 現在他們說會放無理人新年 但是未有 未有 未有 那麼他有簽條約的日子 即是雙方人簽條約的日子 就是假期 算是國慶 即是新西蘭而言 但是你說有沒有傳統無理人的節日可以放假? 我的理解就是沒有 即是英女王生日都有假放的 但是無理人的傳統 也沒有假放 是的 那麼 摩奴就說 所以降準 沒錯 因為情況是不太樂觀 所以才要降準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你要看到 當然是有做事去調控經濟 那麼你調控到經濟 就是沒有事 你最重要就是 你要對國家有信心的話 他就不會 他就真的會搞得好 但是 你也要認清楚一件事情 我們要說清楚 你投資國內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你就算經濟沒有事 那些股票也不一定會升 其實國內從來都有這個問題 香港的H股都是有這個問題的 國內經濟好的H股可以不升 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好啦 那回來講 現在在能源方面 他就有講到 要做好能源資源補工 找假工作 找好春耕備耕工作 其實 現在四月搞春耕其實就 遲了 其實就遲了 但是有些地方是這麼遲才做的 尤其是北的地方 是這個時候才春耕 那他只是中一做的 其實就 那 如果是冷一點的地方 那個春耕現在是到五月才做的呢 或者遲耕的工作是五月才做的 你就要想一下一件事情 其實今年的氣溫 會不會對整體的經濟也有些影響呢 你自己也要看看氣溫的數據 其實就是 但是很粗淺的看法就是 那好了 接著還有 要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穩定和擴大就業 其實因為失業率開始高 如果沒有記錯是百分之五點幾 現在是有些問題的 還有年輕人的失業率是百分之十幾的 其實內地不是沒有問題的 我也要講清楚 沒錯我們是信國家 但是現在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情況 但是國家是會處理一些問題 政府是會處理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大家都說 要處理這個問題 那三寶島棍就是不方不遲 其實呢 如果暖一點的時節 就已經做了春耕 其實就 就是已經做了春耕要做的事情 如果是暖一點的年份 但是今年其實 看起來 今年氣溫是低一點 Sweet邊邊就說 停止共負 沒有 沒有這麼說 現在就說 改善民生穩定擴大就業 組織好 重要民生商品供應 保障城市核心功能運轉 穩控安全生產形勢 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其實 那個穩定這兩個字是很重要的 其實 它是會維持穩定 一個局面 不要想會爆升 就是我的看法 也要多謝薛斯特張 多謝你 Wing Chiyang 又說 看到北方人去大灣區炒樓 這個要很小心的 我的看法就是 待會我會講樓市 這次應該可以 講完 我希望可以講完 待會繼續講 因為樓還沒講到 樓又是我才看到Susan Lemon 但我待會會講 現在我們先講了一些 宏觀的事情 要堅持全國一盤企 確保交通物流暢通 確保重點產業鏈供應鏈 抗疫保公企業 關鍵基礎設施正常運轉 這個就很重要 你看到就是 基本上就是要維穩 基本上就是要穩定 第一季度 中國經濟增長4.8% 面對國內多點散發的疫情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完成全年5.5%左右的增長目標難度加大 政治局的會議明確了 要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 努力突然全年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 其實5.5%是目標 但是有彈性的 你要留意 今年不會是一個硬指標 我告訴大家 今年是有彈性的 因為現在你看到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才是嚴重的 以前都說可以預計得到 現在真的難猜 尤其是俄烏戰爭的影響力 會不會再擴大呢 我個人看來 我相信會 越拖越來 夜長一定是夢多的 是啊 其實這個俄烏戰爭 當面看 某些西方人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這個話題 可能今天又說不到 可能又要順延到 明天的神網第一線 因為如果你要說這個經濟 其實有些事情 我們被人帶了風向去說 就很難說得完 只能夠這樣說 有時候真是不好意思 我們都想和大家多些互動 David John 應該去不到5.5%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有彈性的 我也要告訴大家 因為我的看法 不是不行 是有難度 問題就是 現在那個目標是有難度 所以那個目標是會有彈性 所以你不要說去到第二季第三季 它調低的時候 你就很緊張 因為你要看看那個大圍 大圍其實是不遷就的 現在是不遷就的 是不遷就的 其實你看得到 是很差是不遷就的 汪勞就說大力推動高端基建投資 這個待會我們會說 現在 如果今天說不完 我們明天說 因為其實 那個新基建 國家是有政策去做的 那麼國家的新基建要怎麼做呢 現在有很多西方國家就很懷疑 因為如果你計算中國的資本累積 那個國家在公共的資本累積 很多已經比西方國家厲害了 就是那個比例和實際的銀碼 人均的銀碼是比西方國家厲害的 其實那個情況是比澳洲多的 如果我們叫做 英文就叫做 因為我昨天看過James Hill的資料 但是我還沒想到怎麼說的 那些 他就叫做 Public Capital 好像叫做 這個就是嚴格來說 就是計算的基建 是值多少錢的 那你拉回人均的數 在中國來說 人均有的基建 其實已經是多過澳洲人 其實就是 那當然 在澳洲 他的私營部門就多很多 就是他的私營部門 他有另外的資金 或者是資本 整體的資本 人均的資本 當然是澳洲多過中國 就是要說人均 但是 因為其實 大家也要認清楚 中國本身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他那個公共的部門 其實一定是大的 就是政府的部門一定是大的 私營的部門 跟其他地方比較 一定是比較小的 這個一定要記得 所以現在西方的媒體 他抽這些東西來講 其實是很荒謬的 我們待會有機會再講 那麼 Toracef就是 國家主力靠內需支持的多 現在不一定是這樣 要先說一下 第一件事 最重要的 說了出來 就是要 矛定找物價 找就業 這兩件事 其實現在是有影響的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一季度 國內生產總值 是二十七萬零一百七十八億 按不變價格計算 同比增長 百分之四點八 這個增速 就較三月確定的目標增速 是低 0.7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 三月下旬以來 疫情成為經濟運行面臨的 最大不確定性 海外局勢 日益複雜 資本市場 波動增大 其實是很危險的 這個我們也要說 這個波動是很厲害 其實大家都要明白 這件事 不是那麼容易解決得到 你要看看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形勢 有些人說 5月9日俄羅斯就搞定了 因為俄羅斯就是Victory Day 他們贏了納粹的勝利日 他們就會在那天收烏克蘭皮 我告訴大家 我的看法就是沒有那麼簡單 我的看法就是沒有那麼簡單 好了 深圳寶島郡說 今年單靠基建都不夠 房地產要伸上馬 這個是投資界的共識 沒錯 因為現在的情況是住的 不是炒的 他們也有強調這件事 但是現在是要在一些地方 都是要提高供應 所以有時間搞的 好了 蕭峰蕭就說 段爺爺 續約單的鄧德德 那傢伙就要找東西來說 待會我們有機會再說 別人在學校做什麼 關你鬼事 關你外人 好 說真的 段爺 他不是做得很差 我的看法就是 算了 如果做得很差 就不會續約 平衡 有人還說他是林鄭 續約 他 其實還有麥美娟 那些傢伙 那些傢伙 都還加了口 很可怕 關你鬼事 你又不是 什麼效董 什麼都不是 Casmar 先生夫 就問了一個問題 不知道 比亞迪有部電動車 A23 在澳洲有得賣 是呀 在澳洲有得賣 哦 有得賣嗎 有呀 44,990元 Drive away 他8月 就可以出車 這個就是 是很便宜的 四萬多 電動車 是很便宜的 這個就是 在澳洲的價錢 但是你買類似 以前我在澳洲也買過 我現在還有一輛車在澳洲 如果是44,990元 其實有很多選擇 我的經驗就是 澳洲的油不算貴 我的經驗就是 就算國際油價很高 澳洲的油價也不算很高 因為他們的燃油稅相對低很多 那麼 電車就很不方便 因為沒有得充 澳洲是有這個問題的 澳洲的房間 很多都沒有得充電車 沒有的 沒有充電裝的 其實很不方便 我操錢的看法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這些是值得賣的 我在澳洲 我自己住過的經驗 我就不會碰 Torchep 就說 段校長提名是李家超 他們就是反家超 不知道 這些是你們自己想想的 回到現在的情況 政治局會議認為 今年以來 面對八年變局 和世紀疫情 相互疊加的複雜局面 各地區各部門有力統籌疫情防控 和社會發展 整體經濟 是平穩開局 成功舉辦 北京冬奧會 冬殘奧會 成績來之不宜 來之不宜 但是會議也說 經濟運行總體實現平穩開局 但是 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 導致風險挑戰增多 中國經濟發展環境複雜性 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 穩增長 穩就業 穩物價面臨新的挑戰 對於這三穩的關係 國常會近期已經有善述 4月6日召開的國常會 有說到 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主要是實現就業和物價基本穩定 要著力通過 找市場主體來補就業 綜合施策 補物流暢通和產業鏈 供應鏈穩定 保糧食能源安全 對宏觀政策的法力也有要求 貨幣政策的四大目標 就是促進經濟增長 穩定物價 充分就業和平衡國際收支 在中國實踐中 還加入了防風險 資產價格這些因素 在不同時段 央行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 會有所調整 央行行長易剛 4月21日用視頻方式出席 第45屆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會議時 亦表示 中國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 就是找價格和找就業 在4月22日出席 博鳌亞洲論壇 2022年年會的時候 他有說到 全球通脹加息潮和經濟穩定 那個論壇 有說清楚 就是中國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 是維護物價的穩定 那維曼亞洲論壇 就說 物價沒有明顯浮動 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最擔心的是民營經濟衝擊 現在會有一些 現在一定有的 現在會有一些 所以我告訴大家 現在不是沒問題的 我們說 告訴大家 現在有些事情正在處理 就是正在處理 這幾個月緊 那 雍香99994 比亞迪股票問不得過 我不建議大家投資 其實現在這樣的情況 暫時 就是比亞迪這個情況 現在 就是現在那個問題 不只是比亞迪的 那個問題 比亞迪現在已經是一個 幾高的位置 你要看一下比亞迪的情況 先 比亞迪這隻股票 如果你看 我不知道你買A股 還是 因為你都可以買 是看A股的 那如果你看A股的話 它其實升了很多 那你自己要想一下 就是 究竟 合不合做這件事 那現在你看回香港 例如我剛剛 你們問開我又看 就是看香港的股價 其實它升了很多 那你自己想一下 合不合用 那你說 零買當頭起 莫買當頭跌 那就可以了 但是 這個我也要說 它在過去一段時間 是升了一倍又多 就是過去幾個月 你要看看過去幾個月 如果在20年10月的時候 它還是百多元 那你自己看看 那我就不一定會追 就是這樣的看法就是 那大BB就說 太高了 怎麼進去 那 有些人可以進去 高也沒問題 但是 台仰自己 信心心難神 有些網友都說 台仰看那個圖 都會知道 他都不敢進去 他一看這個圖 都不敢進去 他衝上來 很短時間 因為 2020年6月的時候 它還是五十多元 2020年5月1日的時候 就是兩年前 它還是59.85元 你自己想想 不是很久而已 還有 你當它是特斯拉估值 我就覺得不太行 有些人都說 好像特斯拉估值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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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不一樣 Stevenie Wong說 BVI撤銷自治 這樣也可以 因為它那個 情況有些問題 好像 好像不是BVI 那裡 好像 我不知道 這個我 這個我遲些再說 因為我看過消息 就好像是 美國那邊 的Virgin Island 那個 自治出了問題 就不是BVI 不過 我回去再看一看 可能我搞錯了 現在我回去再看一看 因為 因為 BVI那裡 那個總理 就吃可樂 就索可樂 應該是這樣 它是 偷運可樂 進去 BVI那裡 現在你說得對 BVI那裡 還未說 Direct Rule 它說 現在它在談 我剛剛看到 現在按了BBC新聞 現在看到 現在看到BBC新聞 現在去談 BVI 你說得對是BVI 我搞錯了 因為我最初看到 是Virgin Islands 通常 你如果看消息 說Virgin Islands 應該是 US那邊 就不是 BVI那邊 通常是這樣 通常 BVI就是寫BVI 但是我今早看報紙的時候 為什麼 今早看的時候 我也說不記得 就是我今早看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Virgin Islands 他又沒有說 是 哪一邊 所以我的印象 就好像在美國那邊出了事 我就不知道 Anyway 回到來 匡匡就說 比亞迪電子 也是升到瘋了 其實電子股是升到瘋了 台洋 那些是升一倍的 也是電子來的 不過他現在沒有了一倍 現在很慘 我也很慘 新生眼神童 都失敗了 以前我們可以很開心地 哇 這個120% 現在沒有了 現在回到百分之六十幾 哈哈哈哈 所以真可憐 台洋也很痛 很痛 很痛 平了整個兩個月 兩個月都是橫行 不知道我搞什麼 都扔在一邊 不理他 是啊 台洋現在 Mister百分之六十八 不過台洋也很厲害 都投資了不夠一年 就百分之六十八 哈哈哈 一隻股票中 很厲害 一隻好股養全家 就是 一隻好股養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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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一聲說 英國人乘機沒收BVI有錢人的資產 應該不會的 因為 就是這樣說 我的看法就是 英國人很聰明 他專門弄到一些位置 明明是他自己的地方 然後又說那些地方可以自治 又說那些地方可以做稅務天堂 那些東西 去專門弄燈 他會收網 我不知道 但是 英國人 其實政府是為有錢人服務的 你也要想一件事 就是 其實他們的政府 本質是為有錢人服務的 那你說會不會 專門去搞 然後收有錢人的錢呢 那我就不是了 我的理解 是粗錢的理解 他說 Tim哥HK的行程這麼差 不用輸也很好 其實這樣當然 當然 現在的行程是不好的 整體的環境是不好的 為什麼說我們 這麼多的兄弟 都要多些時間去拼經濟 就是這樣 其實做事就有得做的 事就有得做 但是錢就很難賺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難賺錢 難賺錢 錢是難賺的 還有大家看到 內地 回到內地 貨幣政策的側重點 就是賺物價和賺就業 這件事可能我們說不完 今天我們 如果說不完 就留在神旺第一線 明早繼續說 因為有些訊息 我們不能夠即時跟大家分享 大家還有幾天可以做功課 還沒開始 現在還有日假期 多日假期可以做功課 這些資料做功課就對了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說 三月份全國城鎮 調查失業率是5.3% 16-24歲人口的失業率是13.6% 現在還有畢業季節就到了 就業壓力有增無減 所以現在是難搞的 物價方面 三月CPI上漲1.5% 帳幅比上月擴大0.6% PPI上漲8.3% 帳幅比上月回落0.5% 總體來看 CPI仍然處於溫和的區間 但是當前地緣政治形勢衝突加劇 全球能源價格上漲 收入性通脹壓力增加 受CPI影響 CPI是受油價影響 應該這麼說 油價在高位徘徊 供應鏈受了的影響 仍然可能是上行的 實際上其實是油價的成分很高 但是國內算好了 因為國內某程度上是頂了一些 國企是頂了一些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些中石油中石化 它就要頂了那個差價 它其實會賺少了錢 就是我操錢的看法就是 穩定物價一般是通過收緊貨幣政策實現的 物價上漲是由需求拉動 但是這次就不同了 這次物價上漲是由供給短缺引起的 貨幣政策是要用另一個方法去應對 事實就是這樣 這個預測就是 下半年中國有可能出現 豬肉和油價兩樣一起向上 這個叫共振的局面 就會令到通脹毒素上升 之前兩次試過輸入性通脹 還有豬油共振的階段 貨幣政策是用緊縮操作去做的 其實這次就不行了 這次真的不行了 那 供給短缺導致成本推動下的結構性物價上漲 不會對貨幣政策產生實質性收緊的影響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有咸釋話 我講一句不好意思 易剛有具體政策方向 他講了 這一年的糧食生產和能源供應 對物價穩定是很重要的 中國基本已經實現糧食生產自給自足 金融服務高度重視農業生產 煤炭石油天然氣這些重要能源的生產和進口 只要確保糧食生產和能源供應 物價就將會穩定在合理的區間那裏 就業那裏 易剛也講了 中小微企就是找就業的主體 就是整個社會80%的整體就業量 中國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 已經出台多項措施 找企業保就業 對加大對中小微企和三龍的支持力度 降準 這個就是0.25% 部分 城商行和農商行 額外降多 0.25% 其實之前我們有講過 人民銀行繼續加大對中小微企的普惠金融支持力度 希望有效幫助中小微企 維護就業穩定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看到易剛的發言 你就會看到 現在的貨幣政策 主要是賺物價 靠金融去支持農業 和能源生產行業 賺就業就是支持中小微企 定向支持 央行也增加了一千億 載貸款支持煤炭開發使用和增強儲能 也扔多了一千億 載貸款投放交通物流領域 也增加了對小龍的貸款 那些城商行、農商行有額外降準 還有一件事就是民行載貸款 也是賺就業的 所以現在你看到這些措施已經出台了 那有沒有效 我自己覺得會很有效 但是 你說 在股票上會怎樣影響到 我不知道 我們能夠說的就當然說 好了 讓我看看 這個好空就是豬油共振 這個說法很多人說過 因為兩件事是最重要的 因為現在是防豬油共振 經常都有說的 內地是經常防豬油共振 很嚴重的 因為一陷上去一起上去 它很難處理的 很麻煩的 好了 蕭米餅就說 網上有人傳馬斯亞收購推特 是想發展成人產業 大量外國和日本的旅遊 本來因為犯色情規則 停用帳號都同時重開使用 不奇怪的 我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大企業 其實都有投資進去成人產業 背後賺很多錢 賺很多錢 我舉個例子 你猜不到 在美國是 美國以前 我不知道現在 以前 無論是通用汽車也好 通用電器也好 他們 有些子公司 都是投資去拍咸片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之前在美國是爆發出來的 是 即是根本都沒有來搬家 你做汽車的 怎會去賣 去搞這些 他是專門的 所以我不知道之後會是怎樣 可能是成人雜誌 放些汽車廣告 比較方便 反正我還是要下廣告 不如自己弄本 對吧 是啊 所以他們很難搞 你不知道 馬斯克這個混蛋想玩什麼 不知道他做什麼 不知道他做什麼 是啊 是很離譜的 不知道他搞什麼 應該我們回來再有機會再說 蕭蜜餅說 蕭蜜餅說 推特又變成社交媒體變成鹹西 我不知道 有得去 推特本身也有很多鹹東西 一般來說 如果你不看開 你不會被推送到鹹東西給你看 都是看你個人 平時看什麼 我不知道 這個 就是這個 不懂 對不起 真的不懂 現在當然是找就業 另外 回來再說一下 現在還有一件事就是 結構性貨幣政策的工具 有去再搞的 那就是 有很多工具出來了 譬如那些專行載貸款 碳減牌的工具出來了 還有 就是要平衡增長和防風險 這件事就是 貨幣政策面臨的主要目標 貨幣政策就要更加精準 和直達性 在珍惜正常貨幣政策空間的訴求之下 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總類和功能 逐漸豐富 結構性工具仍然是重點來的 未來會繼續發揮結構性工具 直達實體的作用 但見效就沒有總量性工具那麼快 當然美聯儲就加入加息週期 即是縮表 不是加息那麼簡單 是進入加息縮表週期 那麼中國和美國的利差就倒掛 人民幣貶值的壓力是增大的 人民幣計價資產的吸引力是下降 跨境資金以上流動的壓力是加劇 這些對於國內貨幣政策 放鬆是形成了一些制約 這些是一些研究的專家說的 不是我說的 這個要說清楚 好了 疫情防控方面 現在也是有問題 政治局會議是要求了 次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確保重點產業鏈供應鏈 抗疫保供企業 關鍵基礎設施的正常運轉 因為現在內地是有散發疫情 有些地區物流還要民生商品供應 城市基本公共服務 產業鏈、供應鏈 是出現了一些困難的 孔孔就說 人民幣貶 香港故事更沒有運限 這個也是真的 所以 我就跟大家說 你說要明天去買貨 或者星期一去買貨 或者星期二去買貨 我也跟大家說 你先不要那麼急 有的不要那麼急 好了 4月29日的時候 國家維健委的副主任 在國新辦的發佈會上 他有提到 動態清零 就是當前統籌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最佳選擇 這是中國疫情防控 一定會守住的底線 動態清零 不是絕對的零感染 所以也不是西方經常說 那些什麼ZERO COVID 不是這樣的 中國其實已經累積了一套 却有成效的防控措施 而且根據新情況 優化升級防控措施 在堅持動態清零的前提之下 亦都鼓勵地方探索 總結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 努力用最小的成本 取得最大的防控效果 現在有些地方 會做常態化核酸檢測 有些地方會這樣做 舉個例子 就是杭州 他們就開展了 常態化核酸檢測的設置 如果他搞這些常態化核酸採養是怎樣 核酸檢測的會多很多 這個就會增加了取養的方便程度 如果你提早去做核酸的話 對於測到Omicron的傳播鏈 其實是有幫助的 還有香港的經驗 就告訴大家 你遇到社會上有社區傳播 你一定要盡早切斷傳播鏈 也有可能需要 其實像內地這樣做 就會令到人流流動減少 人員流動減少 你減少了人員流動 然後就可以減少疫情 對經濟的衝擊 其實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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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困難的 如果你說會放匯率 做好股樓吸引投資 這就不是那麼容易 我看到現在的情況 不是那麼簡單 還有現在還有一件事 就是不確定性是不斷上升的 宏觀的政策 就會加大穩增長的力度 政治局會議也說了要 抓緊謀劃增量政策工具 加大商機調控力度 他是這麼說的 現在的情況第一件事 剛才我們說過 加大基建投資力度 以及疫情救助 新增項目為載體 財政貨幣政策 就有配套支持去做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防疫的載貸款 抗疫特別國債這些 是會出來的 以及中小微企的紓困措施 就是專行載貸款 就是遲些還本 只是給利息 這些政策 其實是幫到手的了 對現在的消費低迷的情況來看 有可能就會發消費券 內地是有可能會這樣 增加居民收入這些舉措 Toracef就說 香港反而是增加流動燈 多數人中招就變成免疫平將 不是的 其實香港的情況是很大的代價 結果是死了幾千人 你也要明白 深水埔倒棍又說黃馬 我全棟樓都是黃的 只有我一個是綠馬 真是神奇 你沒出街應該是綠馬的 現在還有一些方法 就想一下怎麼可以增加內地居民的收入 這些是要慢慢搞的 還有就是針對受疫情影響的企業 有可能會援繳社保 減低房租 貸款延期支付這些舉措 可能也不知道 可能也不知道 Davy章就說 政治局帶出的訊息量很巨大 總體不是很樂觀 自己執政 我們還是要說清楚 如果要投資 還是要謹慎的 現在這個環境 有人說台洋分獎 台洋沒有分獎 這個訊息量很強大的 節目時間其實這裡也差不多了 不夠兩個小時 但是有些事情要講完 明天才會講到樓市 結果今天講不到 因為我還有一些樓市有關的資料 跟大家講一下 樓市其實是賺價的 主要是 還有就是 現在的貨幣政策 你會看到 會重寬的貨幣導向 以及重寬的信用傳導 希望企業的信心回來 基建的投資力度也是會增加的 好了 Wyman Leung就說 廣東省很多城市都有派消費券 是,但是其實很少 跟香港比真是少得不得了 Houhoun就說 如果內地派消費券 就好像對經濟打了一枝興奮 但是內地不能派太多 很難搞的 不是那麼容易 很難搞的 溪蕭魚就說 廣州政府要派消費券 這些一定是地方政府做的 深圳之前說過會派5億的 那5億就有多少 究竟是什麼消費券就不知道了 好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我有其他事情要處理 就這樣,拜拜 拜拜